主要有就是看到那種竹籤 就竹籤如果說魚吃到 那一定是會死掉的 或者是塑膠袋 那塑膠袋的話也沒辦法消化 這個就對環境會造成 還有保麗龍 對不對 這一些比較常見的 我們目前海洋會企物 最大宗的當然就是柯蓬 那柯蓬它就是一個竹材 竹子氣架構的 再來就是它的無距 無距的量也不少 主要也是保麗龍 再來就是我們的魚網 那另外就是說 我們這個柯蓬的一個管理機制 我們目前有一些措施 像總量管制 就每一位柯蓉它養的數量 其實我們在幾年前就核定了 那這個總量管制 它就不能超過它 我們核定它的數量 那再來就是說它要申報 這個申報制度就是它每一年 都要向儀會來做一個申報 它養殖的一個彭室 它就要做申報 那申報以後我們後續就會做一個管控 等它養殖完成 它回收的彭室要一樣 如果它有少 那一捧就要花三千塊 目前大概就是有做 再利用的部分有做 有機肥燃料 或者是一些一般的一些肥料 那這個部分呢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目前都做了 非常的都很健全 那另外我們在這兩三年 也跟融集這個融會 因為融集融會它本身就是 我們黑質碳的一個 特產的一個融會 所以由它們原有的設備 它的窯去做我們這些 我們所謂的海質碳 就是利用廢棄科架 那我們就是研發出了一些 海竹炭的系列商品 那其中可以看到我們的 就是我們的海竹炭的足處椅 那它就利用在我們的 吸附意味啊 像是我們的廁所 或是說是我們有人在抽驗的話 它都可以有除臭的功能 那另外還有我們的 海竹炭的除臭包 我們可以放在衣櫃啊 鞋櫃啊 它是一個環保 然後可以重複利用 然後去曬太陽 都可以重複的使用 掌握施政三分鐘 台南進步向前衝 對於海洋垃圾 其實坦白講 各國都也都非常非常的在意 尤其對了 讓我們這個地球環境更好 我們台南市 從2021年9月開始追蹤 我們台南市的海費的一個清理 當年度到去年2022年 已經清理了將近3000噸 到今年已經清理了將近5000噸 那所以說我們一步一步的在做 也希望說讓我們的環境更好 那我也希望說這種東西 最好是大家不要丟垃圾 不要丟海洋 不要把垃圾隨便丟到 丟卸在海洋中 這是最好的 免得可能你丟一公斤垃圾 可能你要花很多時間 才能清理掉 所以因此希望大家最好 還是把垃圾帶回家 帶丟到正常的地方 不要再丟到海洋裡 不要污染我們的海洋 大家好是觀眾家歡迎收看中家台南庭新聞 海洋裡有一連傳的新聞報道 帶大家做回來關心 第一選區的民進黨籍議員 包括李宗涵、辛加鋒和王宣貌 雖然選舉是競爭 不過中幾孫 卻有選第二任何幾孫 賣共同為欺負的發展來發生 其中民對台南四百議員 辛加鋒率先發言 本末十月的中午算 客房就外甸有經費 所以這個鄉市長 正出厚秀加賣的鐵 和外産經費 來帶動電風觀光好業 台南四百 那我們編列成十億 但是分配在西北 讓我們看得到吃不到 這是一種 四百年前 四百年前 荷蘭人蓋的熱氧政策 就是在那裡 市長我想要請教的就是說 我們登節追加了 我們登節追加了5.2億的預算 有一半是要分配在硬體上 不會說燒重即是 但是分配在哪裡 我們不知道 沒有看到 所以那永續的建設 希望也可以投入在我們西北 民對台南四百 今天是台灣四百 因為客房的湯壓 一直是重要的祖散 所以議員聯合這孫 也希望它很有大 新的地區 上載運動系統 來發展客房的輕軌 用七下傳本變的 社會車路線 來帶動觀光 用湯壓 跟四百年結合 再現方法 但是沒有關注 一張所謂的 彩虹不得 台南美尼四百 剛才剛才發展客房的臺灣 電營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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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 就是擔營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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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 所以其實你可以看到大家非常的渴望 在這邊我們台南400年 明治永華連線跨年 過去市政中心我們新營都是會有舉辦演唱會 那後來合併之後都沒有 所以希望我們可以用連線的方式 把這文化串在一起 我是希望說議員的建議很好 如果要在新營的民政市政中心也好 或是旧體育場也好 或是新營體育場也好 要舉 要找一個適當的地方來辦一個跨年晚會 我可以跟剛剛也跟各位議員報告 我會好好的思考 希望能夠一方面創造雙贏 一方面也能夠帶動 那也不要變成自己打自己 那尤其如果說在新營辦的話 搞不好隔壁的縣市的人 如果他們沒有辦晚會跨年晚會 他們的年輕朋友也可以到新營來 為了王宣茂新家豐和立宗漢 三個議員也在總結孫公開要求市長 簽出行路 立宗市長親筆下林金蘇克 在9月30日前提案的行路 也希望每年幾年 路上有多多文化給四十八年 來廟下過期四百年來 驚過立宿卡架 讓台南發更發展 我們的新聞君及張索偉蔡宏伯的 希望在當中更下路館 親筑館定優先起班 對處也在座多發球林董 假設我們可以像參考 留營農會的做法 一樓就會作為公眾使用 然後二樓以上 我們就把它作為我們的社會住宅 或者是像親子館 甚至作為我們這個臨時的旅宿 這件事情 他就可以把它整個合併在一起 而且你可以用社會住宅的費用 來做一整包這件事情 局長您的想法 這個我們來 這個建議非常好 那我也利用一點時間 跟李議員回應說 剛才你說的旅館 轉做社會住宅的這個事情 那其實從廣義的來講的話 社會住宅其實涵蓋了包住貸款 那包住貸款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我們是可以把旅館的這個部分 來媒合看看 如果說願意的話 就是業主願意的話 那我們是可以廣義的來把它轉換成 用包住貸款來轉換成 社會住宅的使用 這個也非常謝謝議員的建議 那有關於你剛剛提到這幾個地點 我覺得也是非常好 我們來媒合看看 我們盡量來促成國度中心 那是不是能夠列入評估的地點 台南社會主體的政策 一直受到市民關心 大郊在議會表示 我正現行跟幾位政党 最快的就是煙空 政党禮春跟社會社會主體 分別在明年底跟後年齊完工 希望今年在立委內進行 新清的主體跟祖金 整個四個都可以出爐 我們的新聞 顧問及張秀為蔡公佈的 跟一個人一起做會 各發動選 大郎市議員黨空和 正是導致 大郎市第二選區立委選擇 都基礎了解 地方的訴求 這是很實質的 控告困惑啊 薪水議員的 這個選舉的補助款 這個補助款 全部都關注 議員黨空和有共有六十一千 關注議員全部的薪水 以及補助款超過一千萬 無動箭牌是他的重前主張 在市議會長期以來 跟共認真的立場跟台東 也得到很多民眾的肯定 因此以三部參選 第二選區立法委員 睡覺了 因為我們這區的立法委員 到底遭遇到去 他沒有看到 欺南欺北插這麼多 剛才插一條十問 所以睡覺了 決定來參選二孔二十年的 立法委員 希望我們台南市 目前六的立法委員 都是市政黨的立法委員 但是看起來 他們的表現都沒有三種 但是可以確定 就是我們第二選區 這次立法委員 確實有嚴重的實質 批評市政黨和對手 立九八戒 客百客人發展 大百精進帝衡款 他認為 帝衡需要一位 真正關心 其戰術給民意代表 率先出交 在六位三合 在家立法務處 勝利競選中部 並要派提名 外出翁立友 以及帝衡人士站台 到時發音直至到中收聽 當然是沒有算是 彩虹報的 大南東三前 加比的民潔 將近六十公圈 二三兩 到達七十到八十公圈 為了博國來民眾 實際台南有一個咖啡 行政院農業室 但我們市農業縣 東三區公司 和咖啡也吃 共東區辦 台南三區咖啡特殿 這次可以說 來參謀的 都是我們東三家 放在頭上 甚至品質非常好的咖啡頭 尤其我們看到 現場我們的社群 都在唱的時候 整個 我們特殊館 都是咖啡的香味 從水洗密處理日曬 到我們整個 各項的後製的 都會有 我們的咖啡頭 可以來做選購 電影現場 可以看到台南 各山區的咖啡頭 並透過問日 以及養品的介紹 實際台南咖啡的故事 也可以借到 科技公司 所提供的 AOT技術備台 讓民眾挑戰 自己在那裡的咖啡頭 清煮體驗 燃燃燃燃 大約十五分鐘 就可以完成 東山咖啡 已經獲得美國咖啡協會 很多這個獎 都高達 評分高達八十分以上 也有到八十七分以上 這已經是一個 世界公認的一個 優質咖啡的標準 那即使有這麼多 厲害的東山咖啡 可是 很多外國人知道的 可是很多我們台南市民 還不知道的 因此我們特別辦了這場 這個東山咖啡來到永康 希望喝了東山咖啡以後 大家可以擁保安康 而且事實上 這個咖啡的 每年的消費量越來越多 每年的消費金額也越來越高 所以我們覺得把 這個優質的東山咖啡 介紹給台南市 很多更多更多的市民朋友 應該是有其必要的 這次結合三地跟消費地 有更多人知道 台南咖啡也好 該地點在 台南市立道士館 英空行中館 電廠三個月 歡迎更多人來 拼賞賞一個台南咖啡 大家先不要順懷 彩虹波德 喝水是每天都要做的例行公事 人體有70%都是水 可想而知 補充水分的重要性之大 政府為了環保 紛紛鼓勵民眾自行 攜帶環保杯裝水來喝 這時候飲水機的乾淨 與衛生安全就顯得非常重要 高市府環保局111年 針對公司場所設置的 飲用水設備 進行設備維護機差430件 抽驗水值325件 機差及抽驗的結果全數合格 還有出報告 這是每月一次的 檢測報告 每季一次的 在政府的支持跟鼓勵之下 目前各個管理維護的單位 都有設置所謂的飲水機 來供民眾取用飲用水 目前整個高雄市的公司場所 這一期的飲水機的水質都是合格的 民眾可以放心地自行地去取用 為了維護飲水安全 環保局要教導民眾幾個 辨識飲水機的安全妙招 拿著自備的環保杯裝水之前 不妨先看看飲水機附近 有沒有公佈設備維護記錄 以及水質的檢測報告 要確實落實我們所謂的 一二三三個步驟的一個管理 那所謂的一的話就是每個月 管理單位繼續要進行一次的一個 飲水機的一個維護 妥善的維護管理 包含更換相關所需要的一個濾心 那二的話就是這些維護記錄 都應該要保存兩年 以供查驗 另外就是三的部分的話 就是每季要額外再執行一次 所謂的大腸桿菌的一個檢測 確保這個水質裡面的一個菌落素 是在一個符合安全的一個範圍之內 環保局將會定時積查 為市民的飲水安全把關 若是查或飲用水設備管理單位 沒有依照規定 將會處一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還 千萬不可不慎 記者潘志光莊說廷高雄采訪報導 素食在許多人的既定印象中 總是有鼓令人害怕的味道 但隨著素食環境的提升 高雄陵雅區也出現了一間 素食的炸物專賣店 下午茶時段短短的時間內 就收到幾筆外送訂單 兩位老闆是親姐妹 從小就生長於吃素的家庭環境中 老闆認為這間店的餐點並不受限於 嚴格的素食形態 也因此拓展了其他族群對於素食的認識 一般素食者他們會完全不碰的 可能再更嚴格一點的是連蛋那些都不碰嘛 然後有一些是五星不碰就好 可是我們會覺得就是不吃肉的前提之下 我們的泡菜醬料都有 有部分都會是有五星的 讓更多人可以去做一個嘗試 那有一些是陪同家人吃素 他本身不吃 所以他也會來 就會點我們的黃金泡菜 因為他是有蒜頭的 或塔塔醬裡面有洋蔥 他們就會點這些東西 去搭配我們的炸物 所以並不一定只有純素的素食者會來 一開始我們的朋友 因為我們姐妹倆開店 所以他們會來捧場吃吃看 但是有的人是真的對素食真的 就是沒有那麼大的好感 純粹就是基於友情贊助 一定要來吃過一次 吃了之後跟我們講說 這個他可以 就是沒有一般素食 你會對他既定印象有一個素食味 他是可以很輕鬆自在的把他給吃完的 並不會有那麼大的負擔 這是他 我覺得這是對素食來說 婚食的人給我這樣的回饋 是非常好的一個回饋 那最直觀的回饋 可能就是來我們店吃飯的人 因為我們大概只有半年左右 但是內用我們才看得到 但是內用的人很少會有東西是空下的 是有剩下來的 幾乎都是掃盤的狀態 那這就是對我們是一種非常明確的一個肯定 他是用杏鮑菇下去做的 我們的產品雖然說 榨物裡面六樣有四樣都是杏鮑菇 不過我們是藉由它的形狀 然後跟榨粉去造就它不一樣的口感 這一個的話呢 它是我們手工把重杏鮑菇這樣整根一個一個 把它撕撕撕下來的 所以它就會有一點有的粗有的細 有的粗有的細 吃起來的時候就會有不一樣的感覺 比較細一點的 有人還誤會過以為是金針菇 那比較粗一點的 葷食的人吃的時候 還會說 有一個錯覺以為是在吃那個鹹酥雞的魷魚餃 這個樹牌的話是我們自己做的六大榨物裡面 唯一一個有加到火腿漿的 就是有加到塑料的產品 那它需要這一個東西去做一個媒介 把這一塊牌給定型 所以才會有加到這個 那裡面我們有再加入杏鮑菇 跟一些我們調配的食材 讓它塑料的比例可以降到最少 去做成形 那它的口感咬起來 就不會單純只有火腿漿的口感 你有時候還會咬到一點菇 咬到一點什麼 這樣子會讓它的口感再豐富一點 這個煎餃的話呢 比較是屬於我跟妹妹兩個人私心喜歡的 因為我們比較挑食 也因此我們就是用家裡 從以前就開始做水餃的方式 就是只有高麗菜跟香菇 但我們在做它的時候 是花了非常多的功夫 因為我們兩個真的很怕 會弄到那個蟲蟲啊 菜蟲啊 蟲卵啊 什麼高麗菜這些都會有 所以我們都是一頁一頁的去挑選完這些葉子 洗過之後 我們還要再把這些葉子全部都汆燙過 殺青這樣吃起來 比較不會咬到那個高麗菜深深的味道 雖然說它真的很簡單 但是是我們花非常多的時間跟精力去做成的 老闆籌備了兩年才開了這間店 調味 備料和製作的用心不在話下 如果會害怕菜味和素食味 下次不妨試試這些全新型態的素食罩 或許可以翻轉您對於素食料理的想像 據了州附近李帆菲 高雄採訪報導 李掌伯發飆啦 電鋸拿起來嘎嘎叫 瞬間變身練巨人要為民除害 因為面對這足足有六層樓高 快變成一片森林的巨樹 樹根更深入老舊的房屋 連民間的公司都表示無法處理 李掌伯只好生氣一條安全鎖 媲美阿湯哥不可能的任務般 踩在快要塌掉的屋頂 提聚上陣親自搏命演出 樹根已經不是在地上 已經在隔壁房子的二樓跟三樓中間 它的樹根已經震到牆裡面去 有整個二樓三樓中間 因為登革的問題或環境髒亂問題 我們也打算把這個附近 這個裡面的髒亂整個把它清除掉 我們伯祖中立長替我處理 真的能力有限 只好號召領長們一起組成一支巨公特工隊 全體提聚上陣 樹幹樹枝繁衍的這麼多 幾十年沒有人來特別修剪 數量上面會真的比較麻煩 這些我們的領長 還有志工來一起幫忙 然後有一些比較好的一些電鋸 可以讓這個時間能再縮減一些 由於這片區域屬於里內的都更地 還需要等待法院宣判分割地權之後 才能夠拆除地上老舊的屋舍 里長希望能夠加快程序 除去里內的髒亂據點 讓舊部落和新社區併存的正心裡 能夠更加整齊清潔 記者張世銘高雄報導 小朋友在全新的遊戲場裡遊玩 老師先教小朋友挑戰山形攀爬 小朋友要手腳並用 像攀岩一樣爬上兩邊都是斜斜的木架 有點難度 小朋友的年紀有大有小 老師都鼓勵他們勇於挑戰 因為那個我在別的地方有爬過 我都踩著那個點爬 就是踩著上面一個一個爬上去的 有些孩子可能他的那個肢體 還沒有這麼成熟 那這時候我們可能就會在旁邊做協助 就是鼓勵他一步一步來 老師會在這裡陪你 你是安全的不用怕 另外一座是飛機造型的滑梯組 因為學校就在小港機場旁 改造遊具時特別設計成飛機的造型 小朋友也可以用攀爬的方式上飛機 機頭前還有一個方向盤 小朋友轉動方向盤 地上還有飛機場的跑道 感覺就像開飛機一樣 要怎麼樣開飛機 拿到那個方向盤對不對 新增設兩歲專班之後 學校就評估遊戲場的場域大小 並且改善遊戲場的地點和充實遊具 在市府教育局專款補助下 特別加強場域的安全性 讓小朋友可以放心的遊玩 那特別感謝教育局在這一次會心之下 讓我們整個學校又嶄新的設計 透過臨近飛機場 我們以一個翱翔起飛的意向 讓孩子能夠就地體現 原方表示現在外面有許多共融公園設施 所以在規劃時特別參考小朋友的興趣 才增加了適合發展大肌肉的攀爬遊具 讓小朋友一邊玩樂一邊增強體能 現在小朋友的大肌肉 有時候他們的力氣都不太夠 所以我們這次就特別申請了 就是有關於攀爬的 讓他們有攀爬架 有繩索網 然後有一些開飛機的一些 就是讓他們增進大肌肉 希望他們能夠透過這個遊戲設施 然後就是增強他們的健康這樣子 除了公園的遊戲場之外 學校的遊戲場也是小朋友的玩樂天堂 青山國小幼兒園選擇攀爬功能的遊具 訓練小朋友的體能 讓遊具不只有玩樂功能 還有體健功能 一物兩用更超值 記者黃冠維來長幫高雄報導 非常感謝收看中家台南町新聞 我們關系孤文節 咱再會 我們下部的民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